太多了啦 都太大狗啦 我自己夾就好了 大狗,看了也不會吃 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桑林營養師 桑林營養師 我是營養師,你怎麼會這樣 我是要換小姐再來 你現在在主動 都不用叫你自己打的 越怕越有心得 差不多在尾中,你有看到嗎? 還沒人機喔 漂亮喔 剛剛還在上妝和自己服裝 越來越精神越好喔 人家說你氣勢都不錯 你這次又有去台中出場嗎? 人家都有看到你的眼鏡嗎? 10個差不多5個都有說 10個有看到你的眼鏡嗎? 10個以上有看到你的眼鏡嗎? 你有說不定嗎? 沒有啦,大家也說阿嬤,我有看到你 真的喔 看到我在煮過的 有媽媽一定拍拍手 真的喔 還有一個男朋友 看到我就這樣讚啦 讚喔 都跟妳鼻子讚喔 你又說了 阿嬤,妳就真的很讚阿 阿嬤,妳知道 清明的時候 為什麼要吃輪拌嗎? 要拜公阿嬤啦 就要做輪拌嗎? 對啦 妳以前都會做嗎? 有啊 每天都要拜拜 都要做啦 而且我都不知道 原來清明節要吃輪拌這件事 我是長大才發現這件事 蛤啊 因為呢? 因為妳都沒有做阿 因為很麻煩 實在太麻煩了 因為是人家長大跟我講說 阿清明節要吃輪拌喔 我說比較好這種事 哈哈 那我就等 而且我後來才知道 原來北部跟南部 其實他們做輪拌不一樣 這次我不知道 而且北部跟南部的輪拌 你知道誰的熱量比較低嗎? 還有跟熱量喔? 有喔!其實有喔! 應該是北部的比較高喔 不是!是南部的 潤餅熱量比較高 因為我們大部分北部在做 它這些料很多都是用沙 用蒸的 它就少了炒的過程 就減少油量 而且北部的大部分 它可能會加花生粉 而且它不會加到那麼甜 但是南部的大部分都是炒料 有沒有 可能有一些香腸阿 乳肉 對! 而且它還會加 因為南部都吃比較甜 所以他們花生粉以外 糖也會加比較多 喔!對! 所以他們熱量都會比較高 可是呢 潤餅的精髓 也是在花生粉跟糖粉 一定要加 對!一定要加 沒有加就不像潤餅 那重點呢 還有一個就是潤餅皮 人家說 潤餅的精華 就在潤餅皮 會不會Q? 會不會軟Q軟Q? 那個就是做潤餅皮 那個人的功夫 那今天呢 哈哈哈哈 炸彈是不是? 對啦! 人家說精華就在潤餅皮 對! 所以我們今天 連潤餅皮 都要自己做 對! 這夠厲害 哈哈哈 炒雞肉 一般都是紅燒肉 當然因為 阿媽特製雞肉是不是? 對! 特製醃料 那因為是健康著想 吃雞胸肉 雞胸肉我有特製醃過 你用什麼醃? 可以分享你的食譜嗎? 可以啊! 好多人在跟你要吃 真的嗎? 對! 用洋蔥泥啊 還有 蒜泥 水泥 蘋果泥 加醬油 就這樣就好了 還有辣椒吧 辣椒 阿媽好認真在炒 你看他這樣炒一炒就很好吃了 對呀!看起來超棒的 這個熱量低超多的 你看這樣就熟了 很嫩 很好 喔!你自己吃 好吃嗎? 好! 味道好嗎? 油炒就很好 嗯 煎蛋 煎蛋喔? 有的人會做蛋酥 不是嗎? 蛋酥齁 我很想做啦 蛋酥很香啦 可是他熱量很高 正說熱量太高了啦 這樣 先一點點 不要裝下去 夾下去 夾下去 腌尾 然後用中間的 屁股拿去裹上砍 屁股 這樣就這樣 這樣好了嗎? 對,先搖起來 阿爸這樣阿膠再煎一段 阿你切到,切到那裡 ? 就這樣 喔!這樣不一定要煎幾次了 對啊,就這樣煎 一定要有蛋 為什麼一定要有娘子 娘子才會好吃 吃這樣喔 不是那個... 剛才說的 做瓜 做瓜才會做瓜 要吃菅的 你來做菅 你們都做菅 你們一個兒子在做菅 我都做菅的 對 我愛吃菅 你愛吃菅 是不是 都好 我每行都好吃 好水道 你怎麼越來越漂亮 對啊 你會現在... 營養素給我照顧 你現在的氣息看起來不錯 你的氣息很好喔 比我比較漂亮喔 現在要炒什麼喔 倒豆干 倒豆干直接用蛋白油下去炒就好了 一次都做 放中炒 做一個炒來 比較軟軟的啦 吃豆干都做瓜 怎麼說的啊 那個古早人就這樣說我啦 那你不是就是古早人嗎 我就是馬達馬達的 馬達馬達 什麼意思 馬達馬達 馬達馬達還要過的啦 好好好 好好好 阿米說媽媽 阿這次的鹽阿 這就好好好 不然你不是都吃得甜的嗎 吃兩邊 不要太鹹 太鹹吃不下去啦 阿不得啦 可以的好啊 可以了嗎 這樣就可以了喔 真的是南鋪做法都一定要炒過 阿你以前都會多久做一次 都... 全面啦 阿祖 以前還要吃 沒有2點 我都放高雷菜 會放啊 阿包在裡面這樣吃喔 包在上面 高雷菜在上面 應該是另外一邊 哪有差錯過 都已經裝完了 等一下 剛剛平常不是都是都切很大塊嗎 對啊 現在怎麼吃 你是自己要吃 所以切比較大塊 阿不會人的都切比較小塊嗎 哼哼 不是也一樣啦 太大啦 這浸下去都碰 我就沒這麼大 這樣可以啦 沒關係 來就沒有啦 太醋啦 阿 南鋪做到了 那還要再加位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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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在高雜人 那也有一點沒鹹啊 還沒鹹 這不是太鹹了 不用太鹹了 你其他不是都太鹹了 現在炒什麼 紅蘿鍋 南部的鱸片就是要炒 你最煩你頭肉好炒 你坐在炒嗎 你現在 你現在 再蓋著再燒一下 對啊 這很好不愛吃 有什麼道菜 沒有要用菜 沒有 比較不會切 對 是喔 用菜的比較脆喔 對 還要放鹹 沒有 那道菜你購的喔 對啊 他購的營養 欸你眼睛怎麼會好 怎麼會有 夜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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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所以眼睛喔 你很金的喔 對啊 有需要夜黃素 趕快喔 好威脅 這樣就好了 阿嬤先離人 這樣好了 好啊 你看 你看 今天我們連潤明皮都是自己做 這個人一直說 他怎麼那麼厲害 哈哈哈 這個是加南瓜的 然後300克 450cc的水 然後大概 一小小的鹽巴 南瓜50公克 然後一起打 打夜酒 它的精心會 夜Q 打夜酒夜Q啦 打完之後 醒麵醒30分 然後就可以下去喔 用餅底鍋煎啦 阿嬤自製 潤餅皮 南瓜 黃色口味的 鵝黃色 阿嬤是不是很厲害 我沒有帶小花 這很厲害 哈哈哈 欸這個放一點點 這個要比較漂亮 欸這放一點點油喔 會比較平整 對 平整 然後要洗麵 很圓喔 很平整 我來去賣好了啦 賣什麼 賣亂點 你有這個麵嗎 那你又記得用一個刷子 這個刷子 刷牆壁的 不是啦 那個是烘焙用的那種 這個是烘焙用的 不是什麼 你以為刷牆壁 我以為是刷牆壁的 那是烘焙用的 我們直接現場做給大家看 這個是可以 這個是做的比較 迷你一點 藥師不想熱量太高 會做麵板 對我是吃小梗的 這樣 這種其實算是薄餅機 然後你可能可以做那種 可麗餅啊 什麼都可麗餅 這個人 為了要做這個 潤餅餅去買一台 要做一天而已 沒有 你以後還是可以用啊 還可以用 你下次搞不好做可麗餅 還是 可麗餅 我告訴你喔 只要這個餅 如果你吃剩下 剩下來的 吃不完對不對 你把它呢 一片一片 冰在冰箱 冰冷凍 然後你要吃的時候呢 蔥 加一個蛋 下去就是蛋餅 這個皮啊 煎起來酥酥脆脆的 好吃 這個加熱嗎 很快喔 那這個就很簡單 就這樣 喔 很浪喔 對啊 好神奇喔 趕快起來啦 壓住 黏住了 哎唷我超痛的 不會 OK 好快喔 好快喔 太多 太多 衛生紙 剛剛太用力 它太用力 因為它第一次嘛 營養師都第一次啊 每次喔 阿媽都說要教人家 其實它都是第一次做 哈哈哈哈 太熱了 好了啦 好了啦 好厲害喔 你把它看 好厲害喔 這是做可麗餅的 不是論餅的 好啦 這個就這樣 先把它收起來 哇 好豐盛喔 好貼操喔 我們今天做的是 比較健康版的 潤餅 其實潤餅 常常在夜市有出現 對不對 其實它算夜市小吃 健康 排名前幾年喔 對啊 你不知道嗎 潤餅它是像 潤餅它是像 潤餅它有土豆腐啊 還好 因為你自己看喔 你一個潤餅 等一下 潤餅 潤餅等於是你的一餐 你看它有 澱粉 就是它很餅皮嘛 嗯 而且它裡面也有蛋白質 今天準備的是 低脂肉類 我們用的雞胸肉 我不敢用那個肥肉 我那時候都三餐肉 對啊 差別在這裡 這個就是我們的蛋白質喔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蛋 我們今天也沒有用蛋酥 雖然蛋酥很香 但是它會吸油 熱量很高 還有豆干 這都是蛋白質 其他的話都是蔬菜 我們大量的蔬菜 在夜市的時候 你選入米花蠻健康 它一捲喔 正常大小大概不到400卡 不到400卡 那當然啦 這個東西 算是比較高熱量一點 但是 你只要稍微控制一下 你去 花生粉 花生粉加糖粉 在做的時候 就跟他講說 欸 那這個可以不加嗎 他說不行啦 這樣就不能吃了 包兩丟了 對啊 開始包自己要吃的了 看你要怎樣包都可以 今天可以用這個蛋 給你吃 那這個潤餅皮 差不多兩片就等於是半碗飯 半碗 兩片半碗飯喔 兩片半碗飯喔 哇 那你的花生粉 水就更好 不要加那麼多喔 你要控制熱量的話 就是比如說你去買潤餅的時候 盡量跟老闆說 欸老闆 我的花生粉跟糖粉一半就好 你就可以減少蠻多熱量 那你豆豆腐用那麼多喔 對啊 豆豆腐有才會好吃 包菜鳳 菜鳳 菜鳳啊 其實今天我們做的 酸啊 就是比較標準健康的潤餅 你看我們都是用低脂肉類 這個就已經差很多熱量了 啊你豆腐太多了啦 對啦 那要煮真的會好吃 菜鳳我做的 太多了啦 喔 好多了啦 都太大了啦 都太大了啦 你這樣人 我自己夾就好 太大了 看來也不會吃 對 來這樣把它拌下去 是豆皮喔 對 你這個不對方向啦 不能高高的 要平平的喔 要平平的喔 對啦 喔 要給阿嬤包掉就好 這樣啦 太大了 阿嬤 阿嬤那個特寫一下 阿嬤每次都包那種爆掉 可以塑膠袋來 來露 好免啦 直接這樣 要給阿嬤炒餐耶 這個絕對不行300卡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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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知道吃幾人份了 這是夠五十耶 來吃一口 來吃一口 好Q吧 嗯 這碗阿嬤 阿嬤又都先自己吃 你這樣飲料比較好 這樣好吃嗎 好 好吃喔 真的好吃喔 好Q嗎 比較Q 對啊 但是你就要包太多了 整個家 好多味道 好好吃喔 那潤餅就是相對營養的東西 但是記得分量一樣要控制一下 這個真的是太大搞了 這全部爆掉這樣 不會啦 你要記得原則就是菜多選一點 然後盡量避開比如說像蛋豬肥肉 甚至像有一些會用肉鬆這種加工的 就盡量少一點 我們都用原型吃材 然後還有就是醬料你都可以說少一點 或者是花生粉跟老闆說一半 老闆 花生粉多一點 好那今天就是我們影片分享喔 大家旁邊的人都很餓 準備要來吃了 真的喔 尤其是我的潤餅皮 我的潤餅皮超級棒 你看你的超醜都會不會爆掉 好啦今天就是我們影片分享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 按讚留言加分享 記得開啟 說在這裡 開啟啥 開啟小丁當 阿嬤你在水中打扮喔 你要出鍵喔 要出鍵喔 要出鍵喔 哈哈哈哈 好可怕演機喔 漂亮喔 哈哈哈哈